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支持所谓三农和小微企业 差别降息没法做到 因为资本是流动的 所以很多地方的城商行 农商行 基本上拿到所谓定向降准的资金 包括差别降息的资金以后 很多都是其实做了很多什么 弄虚作假的工作 把一个项目或者一个贷款包装成了所谓三农项目 其实还是带给了房地产 很多都是这样做的 所以中央银行包括监管机构开始查 那时候我们去金融界路演的时候 经常碰到一些基金公司 包括邮处银行的人 今天洋行的人又到我们这来检查了 说我们资金是不是落实到三农了 落实到小微企业 我当时就在想 如果说我们的货币政策 是要用这种方式去落实的话 我觉得是有问题的 那么果不其然 我们看到2014年下半年 我没记错的话 应该是11月开始全面的降准降息 因为那时候经济增速的压力 已经显现出来了 14年经济增速下滑的比较快 那天就是开始全面降准降息之后 意味着什么呢 整个货币政策重新进入到了一个宽松状态 要稳增长 又要调结构 又要促改革 而我们知道 14年7月份 发生了一件重要的事情 今天说说这个也无法了 因为官方都公布了 就是朱永康这个案件正式公布 我们看到的在资本市场的投射是什么呢 就经济稳增长的压力出来了 货币政策重新回到宽松 同时也看到什么呢 所谓中央层面改革的决心 反腐的决心 你想中永康事件都公布了 所以在这种催化剂的推动之下 整个股票市场在2014年的下半年 进入了一个什么呢 全面的上涨 我刚才讲到2013年到2014年 就是整个这一年的时间 还是一个中小板创业板 我们叫结构性牛市 所以整个大盘指数没怎么涨 中小板创业板指数 很多股票都创了历史新高了 但是这里头有很多泡沫 但是在14年下半年 特别是进入四季度以后 整个股票市场都进入到了一个大牛市 很多人总结说这是改革牛 资金牛 国家牛 杠杆牛 各种牛 把这股票涨起来之后 什么都可以总结为是牛市的这种因素 好多人 就是因为在2014年到2015年 这个股灾 遭受了重畅 出现了巨大损失才创业的 就被迫走向了创业之路 今天我们能坐在这里 我觉得还不错 我们还在 很多人实际上遭受了巨大的投资损失 那么我们看到这种宽松的货币政策 实际上是来自于对经济下行压力的这种应对 通过刺激经济的方式来让经济重新起来 那么同时我们看到由于监管上的这种滞后和不配套 13年14年 我们讲影子银行体系膨胀 什么叫影子银行 就是非银行金融机构干银行的事情 简单来讲就是这样 就银行干什么 银行干储蓄 干贷款 干资产管理这些事 后来我们看到很多非银行金融机构 资产管理公司 保险公司 小贷公司 也都开始干什么 贷款 典型的案例就是 今年以来严厉打击的 所谓委托贷款的这种业务 有个小贷公司 完了委托一家商业银行 你把我这个钱 带给某某公司 因为按照公司的资质 它从正规的商业银行 是拿不到贷款的 所以就出现了所谓委托贷款业务 这个业务我不给大家详细说了 我只是给大家说一下这个过程 那么影子银行体系膨胀到什么程度 也不知道 不知道有多大的规模 有多大的体量 总归 就大量的企业融资 是通过影子银行来融资的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 就是我们直接融资不够发达 我们还是以银行为主体的 一个间接融资的这么一种金融结构 那么同时我们监管没有跟上 就导致大量的非银行金融机构 从事银行的业务 出现了所谓影子银行 而且影子银行实际上它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什么 就是推动资产价格上涨的这种作用 特别是14年开始股票市场出现全面的上涨 那么上涨最剧烈的就是15年的上半年 我估计绝大部分人在这一轮的 整个股票市场的泡沫破灭的过程当中都亏钱 而且有些亏的还不是一点两点 极少有人赚钱 也有应该说投资的策略非常对 撤出非常对等等 当然后来大家广为诟病的所谓四千点才是牛市起点 这个事我要给有关媒体算是说句话 因为当时大家也知道它不是人民日报写的 它是人民网的一个记者写的 很多人就想当然的 或者说明知道是这样也自认为 同时他也会认为别人也这样认为 这就是人民日报的声音 代表了人民日报的声音 那当然四千点才是牛市起点 那我们当然要重新冲进去 有很多人四千点其实早已经 青藏已经赚了很多钱了 四千点就冲进去 大家觉得四千点才是七千点 那怎么着还不得是搞到一万点 大家再回忆回忆那个经历 所以我们看到15年 整个上半年的这种资产的那种泡沫 那么整个经济却出现了一个什么 叫一路下滑 或者说就维持在所谓6.5到7左右的水平 波动不是特别大 资产却出现剧烈的波动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